Hello大家好 上次我用自热包挑战了自热火锅 这次我就用我们大家家里常见的方便面 放到自热锅里面来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煮的熟 现在打开 这是一个80克的自热包 然后我们自热饭盒 再打开一下 可以看到里面有个小隔断 这个隔断可以把菜和饭分开 现在这个就不大需要了 先试一下西拉面 我们先把西拉面放到这里面 把它结一半 好 放进去 放西拉面的蔬菜料包 放面面调料包 然后往里放550毫升的水 好 现在开始放自热包了 好 放了进去 然后把水加到里面的这根线上 好 现在开始发热了 我们把这个放进去 然后把盖子盖住 打开出气孔 现在开始等15分钟 好 开始计时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我看到这里正在冒的蒸汽 哇 好大呀 还剩9分钟 我们打开看一下 然后把里面的面稍微整一下 面已经熟了一半了 继续加热 好 15分钟到了 现在来打开看一看 好烫啊 一定要小心烫啊 哇 这个面煮的真不错 哇 这个面煮的现在应该是非常不错了 看 哇 好 现在我来试着吃一吃 跟煮的有什么分别啊 现在开始吃了 好烫啊 跟煮的是一模一样 但是有点煮过了 可能以后就大概煮个8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已经非常熟了 而且很烫 像现在出去餐厅吃比较困难的时候 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炙热饭盒 可以带着 就算不煮方便面吃 家里带过来打包过来的米饭也可以加热 哇 好热啊 吃完了 最后总结是 拿自热饭盒煮方便面吃 也是很好的 但是煮的时间不要太长 大概10分钟左右 15分钟有点太长了 欢迎大家了解我们的自热饭盒和自热包 谢谢 今天就到此为止